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廉浩科普小天地 这是一个您我都需要科普新认知的频道 手机使用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在疫情期间 更加彰显了手机的重要性 然而 手机使用也带来了一些迷思和困惑 例如手机使用会对视力有影响 手机使用会让人更加孤立等等 在本文中 我们将通过探讨这些迷思 正确理解和实用手机 在这同时 若您喜欢这类的主题影片 麻烦请订阅威廉浩科普小天地 以及开启小铃铛和按赞哦 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及追出外态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迷思一 手机使用对眼睛有害 很多人认为手机使用对眼睛有害 容易导致近视等问题 然而 科学研究显示 手机屏幕的辐射对眼睛的影响极小 不会直接导致近视等问题 相反 手机使用对眼睛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长时间注视屏幕 容易让眼睛疲劳 甚至出现肝炎等问题 因此 我们应该注意适当地使用时间和知识 避免长时间注视屏幕 从而减少对眼睛的影响 迷思了 手机使用会让人更加孤立 一些人认为 手机使用会让人更加孤立 与现实社交脱节 然而 实际上 手机通过社交软件等功能 能够让人与远离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 增加社交机会 此外 手机还可以通过网络 资讯等功能 让人更加了解世界 增加与人交流的话题 因此 手机使用不会导致人们更加孤立 相反 它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迷思三 手机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现在很多人通过手机来学习知识 例如观看短视频 阅读文章等 然而 手机学习方式可能会影响学习效率 首先 手机上的短视频和文章网 缺乏系统性和深度 容易让人流于表面理解 其次 手机使用环境也容易分散注意力 让人难以保持专注 因此 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 确保学习效率和学习成果 迷思四 手机使用会影响睡眠质量 一些人认为手机使用会影响睡眠质量 因为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人体分泌退黑素 从而影响睡眠 然而 事实上 手机使用对睡眠的影响与使用时间和使用内容有关 如果在睡前长时间使用手机 容易让人精神兴奋 影响入睡 而如果在睡前使用一些放松的应用程序 例如冥想 音乐等 反而可以帮助放松身心 促进入睡 因此 我们应该注意适当的使用时间和内容 确保手机不会影响睡眠质量 迷思五 手机使用对人体健康有害 有些人认为手机使用会对人体健康有害 例如手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手机使用对脊椎的影响等等 然而 科学研究显示 手机辐射对人体影响极小 目前 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手机使用会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伤害 相反 长时间的手机使用可能会对人体姿势和眼睛造成压力 从而间接影响人体健康 因此 我们应该注意适当的使用时间和姿势 避免对身体造成过度负担 终缓以上 手机使用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迷思和问题 在使用手机时 我们应该遵循适当的使用时间和姿势 选择正确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 确保手机不会对身体和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 我们也应该避免过度依赖手机 保持与现实社交和活动的连接 从而获得更丰富和平衡的生活体验 除了上述提到的迷思和问题 手机使用还有许多其他的挑战和挑战 例如 手机使用可能会对人们的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 手机使用也可能会对人们的注意和认知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 我们应该在使用手机的同时 保持警觉和正确的心态 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 手机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 问题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手机 正确和适当的手机使用 不仅可以带来便利和乐趣 还可以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和学习效率 因此 我们应该以开放和积极的态度面对手机使用 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收益 好了 本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您觉得手机对人们还有哪些好处及坏处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将会不定期推出新的科普认知给大家 这里是威廉号科普小天地 我们下期见掰比 撮到您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前期见 感谢观看